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四种文具最负盛名的呢 它有浙江湖州的湖笔 安徽晖州的灰墓 还有安徽宣州的宣纸 以及广东端州的端雁 毛笔呢 是一种源于中国传统书写和绘画的工具 它是用琴和动物的毛制作而成 它被列为中国的文房四宝之一 它分为硬毫 尖毫和软毫 按照尺寸又可分为大楷 寸楷 中楷 小楷等等一些规格 毛笔的品种有200多种 根据选用的原材料不同可分为羊毫 尖毫 子毫和狼毫 有的毛笔是用两种瘦毛制作而成的 比如尖毫 它是用山兔毛和羊毛合制而成的 那子毫呢 这是根据两种毛的比例 它分为七子三羊 五子三羊等等 也有用山兔毛与黄鼠狼毛合制的子狼毫 毛笔是用瘦毛扎成的笔头 再把它粘接在管状的笔杆上 一支好的毛笔呢 它应该具有尖 齐 圆 剑的特点 尖就是笔封要尖锐 齐就是修整要整齐 而圆呢 是指笔头的圆润 剑就是毛笔的弹性强 行笔锐利而矫健 墨是中国传统 书写绘画的黑色颜料 后来呢 也包括珠墨和各种彩色的墨汁 墨的主要原料呢 它分为霉烟 松烟 还有漆烟 然后呢 加上胶 中国书画奇幻美妙的艺术境界 就是借助于这种独特的艺术材料 才得以实现 玉墨 顾名思义 就是皇帝宫廷的用墨 目前我们所见到最早的玉墨 为明代永乐玉墨 自制墨是按照墨者的意愿 所制作的非卖品 多为官吏 士绅 书画名家所制 或者属有墨家的名款 或者是制作者的名款 墨的形状种类也很多 包括什么长方形啊 椭圆形啊 碑形啊 这个半月形啊 还有钱币形啊 等等 宣旨又名静宣宣旨 原出产于安徽省宣城境县 以复制宣城为名 顾名为宣纸 宣纸是一种主要供中国毛笔书画 以及拓片 装表 水印等使用的高级艺术纸张 宣纸拥有良好的润目性 良久性 不变性 以及抗虫性能 是中国纸的代表性品种 宣纸起源于唐代 历代相言 由于宣纸有益保存 经久不脆 不会褪色等优点 故有 只受千年之余 按宣纸的加工方法来分的话 宣纸的种类一般分为 升宣纸 手宣纸和半手宣 升宣纸的种类 则有夹供 玉板 镜皮 单宣 棉帘等等 升宣是没有经过加工的 吸水性和浸水性都很强 亦产生丰富的墨运变化 可以运用泼墨法 积墨法 和破墨法 能收水运墨章文厚华兹的艺术效果 写艺作品一般都选用 升宣纸来表现 而熟宣纸 它是在升宣纸的基础上 加了一层白帆 所以熟宣纸相对于升宣纸 质地偏硬 吸水性比较差 所以适合工笔类作品的创作 而半熟宣它也是由升宣加工而成的 它的吸水力介乎于升宣跟熟宣之间 那玉板宣呢就属于这一类的 那宣纸呢按照原料配比 它可分为明料 净皮和特净皮这三大类 按照宣纸的规格呢 它要分为四尺 五尺 六尺 八尺 杖二 杖六 等很多种 那按照宣纸的厚薄呢 它要分为 扎花 什么棉帘 单宣 加宣 等等 那按照宣纸的指纹呢 它可以分为 单丝鹿 双丝鹿 什么螺纹 龟纹 白鹿等等 此外呢 还有生熟之分 比如说 樊轩 蝉衣 还有彩色撒金 还有防骨色轩 水印瓦当 等等等等 差不多有六十多种吧 燕呢是用于盐墨 或者盛放 磨好的墨汁 或者是填笔 因为盐墨呢 它需要一块平坦的地方 因为盛墨汁呢 它又需要一个凹陷的地方 这样 燕台就诞生了 燕台的制作材料呢 主要是来自于石材 那么石材的好坏呢 它决定了 燕台的质量 这样就出现了四大名宴 这四大名宴呢 它是广东端州的端宴 安徽社县的社县 甘肃陶河一带的陶宴 以及河南洛阳的成泥宴 那好的燕台呢 它发墨好 不商比 有纯净柔和的光彩 手感细腻 那燕石的颜色呢 它主要有 又黑 暗绿 灰绿 紫红 还有褐黄 以及灰白色等 那燕台在我国 有着悠久的历史 出土的实物表明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 秦汉时期 就已经出现了 专门研磨用的实验 那伴随着笔墨的发展 和不断的丰富 从早期 研磨 成墨 和填笔的实用性 到后来的 即工用 雕刻 书画 等于一身 刻艳 赏艳 藏艳 成为一种 不断线的社会文化风尚 延绵至今